6号 胡欣妍 7号 陈晓珊 7号 胡欣妓 18号 赵姓如 14号 胡冯杰 16号 斯蒂 17号 王欣妓 18号 黄昏 19号 王欣妓 30号 金梅娜 主教练 定点 助理教练 陈胜平 助理教练 陈晓珊 欢迎 好 接下来 咱们邀请安美幼儿园 陪着我们电路 1号 黄昏女兰 带人生球 有请 1号 韩珊 2号 李悦 7号 黄昏 2号 陈晓珊 2号 陈晓珊 10号 宋敏 10号 周竹 18号 周童云 10号 冲几家 21号 曾祝兰 20号 黄纸智 4号 周童云 达水 牺牺牲 5号 比达 宋敏 两号 木屁 10号 徐之带 4号 晓珊 3号 晓珊 5号 晓珊 要做 小线 微 晓珊 2号 晓珊 0号 晓珊 7号 晓珊 0号 晓珊 5号 晓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随着转播画面我们一起来到了内蒙古体育馆 目前在积分榜上的排名情况呢 内蒙古农信队是和四川一样 都是17胜一副排在积分榜的榜首 江苏南钢赛季初一度是排在积分榜的榜首 这场比赛呢肯定是内蒙古农信队想要实现复仇的一场比赛 和两支球队首回合交手不一样的点呢 在于这场比赛首先内蒙古农信队拥有了外援琼斯 这是对于内蒙古农信来说最颠覆性的变化 另外在江苏南钢这边呢和上场比赛相比缺少了两位主将啊 许真言这场比赛依旧是不打 因为许真言的背伤还没有完全的恢复 罗欣欲在赛前的名单当中呢也没有进入大名单 我们稍后结合这场上的情况再具体看一下江苏南钢队的首发 张漫漫 吴梦杰 孙丽 黄坤 还有金维纳 确实没有罗欣欲啊 那这样的话呢许真言已经连续缺战这是第四场比赛了 在许真言缺战的前三场比赛期间呢 江苏南钢队是两胜一负输给了四川 内蒙古农信队的首发情况 李源 张如 孙梦然 张启方 还有琼斯 两支球队第一次 本赛季第一次碰面啊 当时琼斯还没有加盟 本赛季琼斯场军的篮板球 包括得分 还有助攻 都排在内蒙古农信队 队内的第一位 那门的赌场还是非常有特色的啊 而且拉拉队呢都有特别浓厚的内蒙古特色 堂管上方挂着总冠军的旗帜 阳赞指导执教的这支内蒙本赛季的表现 其实是比较出乎人意料的 尤其是在琼斯加盟到内蒙古农信之前的那一段赛场里面 能够保持那样一个稳定的战绩啊 只输了一场球 确实是非常不容易 内蒙古农信队本赛季输的这一场球 就是江苏南钢队给的 这场比赛吴孟杰战胜先发了 今天吴孟杰首发对阵对位琼斯啊 年仅20岁的吴孟杰 今天要对话世界范围内女篮的明星球员琼斯 比赛开始了 那么古农信队跳到了本场比赛第一波球权 张如 拆解联防 这场比赛呢 最关键一点还是 内蒙古农信队能不能拆解江苏南钢队的联防 上来的第一攻 三分球投进 张爸爸上反篮 一个高打板啊 面对两个人的防守 把球上进 今天罗新玉也不在 可能张曼曼会有更多的球权和处理球机会 琼斯站在罚球线的附近 哇这个球不看人传 基地传过去啊 赢着防守人 三分球弹出来 外线的三分发炮 江苏南钢队在第一场面对那么古农信队的比赛里面 三分球就很准 沈某人 没有给过去 哎 今天这场比赛特别明显一个变化啊 是从一开场内蒙古农信队的防守就退的很快 不给江苏南钢队打反击的机会 又是一个三分球啊 今天呢 在罗新玉缺战的情况之下 刚一开场 江苏南钢队的火力是能够续上的 其实过去两场球 罗新玉的状态都不太理想 今天呢 是没有让他上 沈某人 同样是三分球还以颜色 那么古农信队前两次出手都是三分球投进的 张漫漫要掩护 吴梦杰下顺不好给 再给到三分线外 还是要尝试三分球 两支球队在第一次碰面当中呢 就投了不少的三分球 那场比赛 蒙古农信队的三分球命中率重规重矩 但是江苏南钢队确实挺准啊 44%的三分球命中率 首回合比赛 蒙古农信队的三分球命中率是3% 其实罗新玉上场比赛对阵山西 20投5动啊 只有25%的命中率 琼斯打的第一攻 在篮下打进 跳投命中 江苏南钢队已经拿到10分了 这10分呢 都没有往对方的篮下去打 但是啊 外线的投射是很准的 犯规了 这个门 cheating 陷阜遵守藥阻吾的 迅速 bond 先祝我们的非 had a at the end 的肖拺 队旱 של 内防球 妁估任 鲁力现在贴着琼斯 人鲁力现在贴着琼斯 两人去协防 外线给了一定的出手空间 三分球中了 这个球啊 也能够看到 琼斯对于对方防守的牵制力 外线放了将近两步的距离 就是为了贴着琼斯 不给琼斯拿球的机会 吴孟杰拉到三分键外 篮下强打打不进 其实打到这个阶段啊 第一节排不到一半呢 已经能够慢慢感受到 江苏南钢队内线的吃紧了 前十分都是外线远投投进的 除了张漫漫有一个上反篮啊 那个反篮上的很精彩 但是后面的比赛 因为这个比赛也才刚刚开始 江苏南钢队除了外线发炮 还有没有更多的得分手段 是这场比赛比较大的一个悬念 外线又一个三分球 短了 45度交给琼斯 琼斯可以三分球出手 背身 再转移到45度 三分球还是不重 以内蒙古农信队今天的这个退防速度 江苏南钢队的反击很难打出来 再来一个三分球尝试 这下点到的前掌老板球 孙力不容易 确实在许晨延缺战的这段时间呢 江苏南钢队是将罗新玉顶到内线的位置 所以罗新玉 他的跑动啊 包括出手处理球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把他顶到四号位 五号位 他确实打得比较难受 对阵山西的比赛呢 罗新玉虽然得分不算多 但是他的篮板球抢的是八个 孙力 要调一下表 从此防出来了 黄坤要掩护 吴孟杰这个点真是不好接球 确实不能让他去抢打琼斯 裁判判的是 吴孟杰把球碰出的底线 刚入我 再给篮下 孙宗然现在下去休息了 韩正奇没能打进 张曼玉 外线三分之后又中啊 江苏南钢队开场以后三分球真准啊 孙力 哇 人人都能进 江苏南钢三分球准 这场比赛会打得更加好看一些 再调出来 三分球没有回应上 江苏南钢队有机会推反击 等一下了 缓一下节奏 缓一下节奏 金威娜 赢着琼斯 挑战没有成功 琼斯还是让队友去尝试三分球 内蒙古农信队拥有了琼斯以后 他们的比赛观赏性强了很多很多 这可能也就是球星的魅力啊 琼斯一个人再转出来 江苏南钢这边确实把大量的防守注意力 都放在了琼斯一个人身上 琼斯在发球线的附近一拿球 四五个人全都贴上去围场 吴孟杰造成了张卢犯规 李源也下去休息了 吴孟杰那打球很敢打很聪明 对这次专业比赛面对韩旭 吴孟杰也很敢打 不管成功率高不高 至少他在场上展现出来的态度啊 是一点不触的 45度 分到底脚 这个转移球很快 转移球的节奏一提上来 江苏南钢队的防守漏人了 江苏南钢队缺少了许陈年和罗欣宇的情况之下 内蒙孔农心队可能没有办法忍受现在场上的情况啊 双方是16平 江苏南钢队这边钉铁指导还在停赛当中 其实两支球队本赛季的第一次交手 也是到了第四节才分出胜负 前三节当时打得都很胶着 本赛季江苏南钢队输的这两场球呢 先不管人员上面的缺失啊 因为打四川许陈岩就没上 这两场球对手都是得分能力很强 东莞新通胜那场比赛是三分球 头疯了很准 对阵四川呢四川是得分能力毋庸置疑的 所以要想战胜江苏南钢队还是要自己的得分能力足够出色 本赛季能够能信队场军得分排在联盟的第二位 场军能够拿到86.6分 三分球中啊 这一回合呢 APO之后 利用拆解联防 找三分线外 江苏南钢队防守缩的比较小 吴孟杰 黄坤 挑战一下琼斯 铃木隆信队也推个快的 刷到了篮下 江苏南钢队现在篮下的防守太薄弱了 赶紧叫暂停 刚刚内蒙的暂停回来以后 ATO两回合都打得很好 简洁高效 刚刚内蒙古的农信队的暂停过后 连得5分 江苏南钢队随即立刻叫暂停 江苏南钢现在这个阵容啊 不光许晨妍不在 连顶在4号位的罗欣玉都不在 所以这个阵容必须要打快的 必须要增加外线的远投 这个比赛打到目前为止 江苏南钢队已经表现得很好了 江苏南钢队内线搭档的是孙丽和吴梦杰 江苏南钢队暂停过后的第一攻 把球找到黄坤 张如犯规了 但给人的感觉呢 是暂停过后 江苏南钢队的第一攻没有打成 黄坤下 换上了胡心雨 这个阵容现在黄坤也下了 更多的就是张伴们持球组织 篮下 吴梦杰做一个 这就是吴梦杰很敢打 只不过他现在手头上还差一点 差点功夫 琼斯掉进去 潘振齐 一个脚步 骗过两个人的防守 造成对方犯规 潘振齐也知道琼斯把球调给他 就是让他打了 换下了孙力 刀镜如上 刀镜如本赛季打的时间不多 第一节江苏南钢队犯规到次数了 现在从当时十六平 内蒙古叫完暂停以后 内蒙古龙信队的进攻 小高潮还在延续啊 目前是一个七比0的小高潮 没关系我们继续加油 内蒙古 攻击 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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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击没打进去 我们走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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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熊斯自己也没有太多纠结 张曼曼 锤快的 这球没上进去 吴梦杰拿到了前场老板球 在组织 赢着熊斯 时间不多了 吴梦杰想自己打一个 靠进去 吴梦杰有体重 吴梦杰这个身体 冲起来 熊斯也扛不住 尝试一下中距离 熊斯拿到篮板球 一个踏吃档的传球 再给 篮板球 潘真奇 再拿到 本赛季两队的第一次交手 内蒙古农信队 当时没外援的情况之下 前场篮板球 就是大幅领先的 二次进攻得分 也遥遥领先 二次进攻得分 比江苏南岗队要多十五分 孙孟然上 现在让琼斯下去休息了 这段时间内蒙古农信队在场上的优势比较大 让琼斯还口气 二十五比十六 林蒙古农信队 九比零的进攻高潮 江苏南岗队 迟迟没有办法得分 超慢吧 哇 这是一个接锅球 外线三分甩中 吴孟杰 今天这场比赛 江苏南岗队是难以置信的准 尤其是三分线外 江苏南岗队现在三分线外的命中率 百分之五十七 这回合还剩九秒钟 李源 李源失误了 从琼斯加盟以后呢 李源呢 这个打球方式就出现了一点变化 李源抢断 还剩八秒钟 过了半场 要推反击 再转身 打板 抛头不中 打在篮筐上 没找到吧 张苏 吹了犯规了 回下表 应该也就几秒钟的时间了 交出来也就得扔了 最终的第一节比赛结束 第一节比赛当中 江苏南岗队凭借着比较准的三分球 维持了现在这样一个比分 25比19 江苏南岗队在客场 现在第一节落后6分 篮满球方面 在第一节单节 内蒙古龙信队比江苏南岗队多抢6个 熊斯 熊斯在第一节的表现里面呢 他的侧应能力是展现的淋漓尽致 第一节的前半段 江苏南岗队扔得很准 第一节内蒙的三分球同样能还以颜色 这是吴梦杰最后扔进了一个神仙球 我们是没有人来说 别忘记了 我会认不忽杀个人 说明什么 你问不忽杀 我会认不忽杀 你问不忽杀 我会认不忽杀 我会认不忽杀 你问我 那儿是有什么 我会认不忽杀 各种领争 我会认不忽杀 两队第二阶一上来都不是本场比赛 首发阵容有调整 江苏南缸这边红心岩在场上 内蒙这边宋宁在 琼斯曼三步 赵靖茹阻挡 招敬如阻挡 其实琼斯这样打呢 江苏南岗队去犯规比较有损士气 这样的方式就给人感觉啊 琼斯只要想打就能够去得分造成对方的杀伤 吴孟杰 球丢了 又是一个反击的机会 琼斯一逼抢 吴孟杰不好拿球 不好接 黄坤 斯孟然 琼斯的防守很积极啊 吴孟杰 本身内线往里走去强打了 因为一整场比赛 江苏南岗队不可能一直飘在外线中啊 刚刚的表又出了一点问题啊 技术台来调整一下 现在两支球队的分差已经来到了10分了 江苏南岗队内线有短板 看看他们下了赵敬如上谁上了孙力 内线还是要占两个 至少占两个这样的话呢 保证篮板球后场篮板球不要太吃亏 但江苏南岗这个阵容啊 内线占两个呢 阵容不是足够的小 也没有办法打得特别快 其实对阵四川那场比赛 江苏南岗队占优的阵容呢 就是整体阵容比较小 打得很快 那蒙古农信队本赛季在主场 长规赛期间依旧是全胜的战绩 一场没输过 杨算指导也利用这个时间再布置一下 争取扩大本队的优势 现在江苏南岗队最大的命门 已经被内蒙古农信队掐住了 就是江苏南岗队没有办法去得分了 打赛期间吻 我们拉拉队后的最整齐舞的项目 你一定红杀好吗 随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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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龙线队充满荣誉象征的总冠军旗帜 在琼斯加盟以后这支球队啊给人的感觉是势不可挡的 琼斯加盟的首场比赛就是打四川 那场比赛琼斯帮助内蒙古最终战胜了四川 横向转移 宋宁 江苏南钢队还是要推快的 这是他们的技术特点 即便是这样的球没有投进去 也必须要强调快 不打快落到阵地 真的是没有太好的机会 内蒙古龙线这边的内线呢 是琼斯搭档着孙梦然或者潘真奇 这个内线的高度 以江苏南钢队现在的吴梦杰和孙力 确实打不进去 李源 李源 李源尝试一下三分球 也中了 还是三分线外啊 给的出手空间太多 江苏南钢队真是没办法 从心眼再给吴梦杰篮下打一个 吴梦杰终于是放进去了 直接掉到篮下琼斯的手里 这是巨星的接球能力 这是巨星的接球能力 出现潘真奇 争抢狼板球 内蒙古龙信队员犯规 孙梦然 杨藏知道现在场上的阵容确实 扩大了自己的优势 孙梦然和潘真奇同时在 这两个人打三四号位 琼斯打五 这个阵容的慕农心队太高了 这样一个阵容只要伸手照住 江苏南钢队的出手都会受到限制 琼斯尝试一个三分球 手挤刀落 篮板球 向孙南钢队抢到前场板 内线是一个错位 篮板球孙丽拿到了 面对张启方 篮下又空了 这回合内蒙古龙信队的防守出了问题 有三个能打五号位的球员 四五号位球员 结果篮下形成了错位 而且刚才篮下还空了 潘真奇造成对方犯规 要加罚 金维娜点到了 点到了潘真奇的小臂 现在已经差十五分了 外线在发炮 江苏南钢队还得换人 因为第二节的前三分多钟 三分半的时间 内幕孔农信队拿到了十三分 胡心宇上来以后 江苏南钢队的阵容变小了 看看这样一个小阵容 打反击能不能奏效 孙力 黄坤在转 走步 内蒙古农信的防守张力很强 逼得胡金宇出现了失误 这样一个小阵容啊 到阵地站他肯定是没优势 后场男板球肯定也会出问题 这样小阵容最大的优势就是打快 但是那蒙古农信队今天这场比赛的策略 就是不给江苏南岗队打反击 只要想得分 江苏南岗队都得落阵地 黄坤 内线又形成了错位 重思回来收回来了 内蒙古农信队换上张儒 刚才应该是换下了李源 那这样内蒙古农信队的阵容又高了一点 张曼曼回来了 江苏南岗队反击当中最亮的那把刺刀 张曼曼上了 张曼曼曼博农信队的阵容 张曼博农信队完全没办法防这样的进攻啊 张如 张如上来就是打胡心雨这个点 再转移胡信宇 犹豫啊 把球给到黄坤 黄坤变节奏 勉强出手 这球呢是被瓊斯给罩住了 瓊斯看了一眼是黄坤房 选择往里走 其实这个球呢 瓊斯是想继续打他这个点的 结果黄坤农信队的进攻 转移到弱侧了 吴梦杰外线空了 没人防 这球投的有点荒腔走板了 又是打到篮下 孙梦然 商贩们只能伸手 江苏南刚这个想法是好的 阵容变小 强调反击 但是现在反击是确实打不出来 反而让那么古农信队打了两个 往里打全都不奏效 没有行程抢断 打到篮下又犯规了 十二月三十一号打完呢也将迎来一个 各队也将迎来一个修整的阶段 江苏南刚球米肯定是期待着许晨妍的伤势 能够在休赛的那段期间加速恢复 许晨妍对于这支球队来说太重要了 张如在给外线孙梦然 现在那部股东信队已经有点随便扔了 孙梦然也去扔三分 但是孙梦然呢本身是有三分投射能力 第二节打到现在为止 六分多中将近六分半 江苏南刚队拿了七分 溜底线再回来 黄坤是有个人担打能力的 孙梦然坐进去 两个人上来协防 行程抢断了 这是江苏南刚队在等待的机会 孙力 内蒙古的防守没有退 有机会推反击 赵静如 前两下没传好 最终呢没有形成终结 赵静如外线出手 其实刚刚那个回合啊 就是江苏南刚队所期待 那孙梦能心队打得太简单了 现在场上江苏南刚队是扔下了盾牌 开始去和对方拼刺刀 目前展现出来的情况呢 是江苏南刚队受伤更严重 张启方 换掩护 还是给夏顺的孙梦然 看看反击 要看传球质量 张伴们造成对方犯规 关下张启方 李源回来 接一个掩护以后 接一个掩护以后 24秒为例 其实现在江苏南刚队落到阵地以后 最好的方式就是外线尝试出手了 因为往里打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 但这种球刚才那个回合 被防撑24秒都没有形成出手 不如在外线 找到空间就果断出手 第一节的比赛 江苏南刚队三分球挺准的 后面自己越犹豫越不准 琼斯歇了一分钟又回来了 琼斯被调出来 赵静如这个点是形成了错位 要给了 赵静如自己能不能打 打不了啊 被张苏给断了 张苏一条龙 赵静如被干扰了 没办法 除了赵静如没有别的球员可以上 应该上 应该上 相信球迷们肯定都期待着 是阵容完整的江苏南纲碰上内蒙古农信 但是这种局面可能只能等到季后赛阶段了 孙丽 这下很巧妙 一个脚步骗过了潘真奇的防守 孙丽还是有经验 李源 再甩宋宁 篮下是琼斯 琼斯 现在这个内线没人能够防他呀 张如 反击还是没上进去 48比29 第2节的分差进一步拉大了 我们休息一下 一会儿回来接着看两队下半场的比赛 刚刚来到我们生场 生气的环节 也迎来了一批非常可爱的角落 想休息 呼喊的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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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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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